大家好 我是主播潘兆文 在今天的影片里头 厨具品牌业者要揭发进口厨具的内幕 拥有一套进口的厨具 是许多家庭主妇的梦想 但您知道吗 即使是要价超过数十万的进口厨具 却有您想象不到的缺点 甚至暗藏致癌的毒素 也就是大家束手无策的夹权 这是一片进口厨具的门板 外表的包装烤漆非常的漂亮 这一片门板里头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就用电锯把它锯开 您绝对想不到 居然是废幕线做成的密集板 如果是用水冲它 密集板就会立刻吸水 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坏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厂商提醒消费者 千万不能用水冲洗厨具 像是厨房水槽下面的空间 湿气最重 也最容易藏污纳垢 不过却完全不能清洗 也造成大量细菌的滋生 储具长期在高湿机的厨房里头 内部的密集板 就会开始崩坏 包装密集板的外皮也会破损 不过却完全不能修理 除非是整套换新的 实在很令人头痛 储具品牌业者也表示 进口储具的门板 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因为内容物是在密集板 那么在锁上螺丝的时候 就会直接裂开 所以在零件就会刻意的固定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吸入过多的甲醛毒素 将会导致癌症与婴儿畸形 食物如果放在密集板 做成橱柜里头 就会吸收甲醛的毒素而变质 危害家人的健康 不过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那么消费者只可以被动的接受 现有须有其表的精美包装 储具品牌业者表示 超级环保储具 不会危害人体 所有的储柜跟门板 都是由未来幕打造而成的 漂亮又独特的汉白玉颜色 让您的厨房可以说是 非常的独一无二 威来幕是使用等级的 TPE材料 那么跟婴儿奶嘴的材质 是完全一样的 它不但获得台湾创新研究长 而且还拥有世界级多项的专利 威来幕也深深打动 意大利厨具名牌 Alepsin 那么由设计师 Julio Locati 专门设计不锈膏 艺术砧板架 那么用来成立威来幕的砧板 中华宾室也大量采购 未来幕砧板 要送给尊贵的宾室车主 当作礼物 由于未来幕门板 是用特殊融合技术 一体成型 那么在索罗斯的步骤的时候 绝对不会崩坏 即使是最脏的油污 也可以用强力的水柱 与清洁剂来清洗 那么冲洗完壁之后 可以轻松用布擦干 就像全新的一样 未来幕上特有的花纹 是用水磨技术磨出来的 让门板的正面跟内面 都有独一无二的压花纹路 门板上也再加上了保护膜 让未来幕保佑 30年不损坏 除去品牌业者也表示 未来幕的优点还包括 未来幕超真实木 旧地球棉坎树木 棉烤漆花纹自然 不怕水直接冲洗 无甲醛真正健康 科技幕未来幕居家用流传 现在未来幕的厨具 有两种颜色 供消费者选择 第一种呢 是汉白玉色 第二种是Tiffany蓝 也就是经典的Tiffany blue 让你打造专属您的 未来幕厨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